能夠榮任第十四屆的全國港區人大 這是一個光榮的職責 當然我們覺得堅上的責任重了 這次出席人大的兩會 應該對自己來說都是一個新的課題 兩會有很多方面的知識和規則 自己都要不斷地學習 當然在兩會我們可以聽到很多方面 例如高院的報告和檢察院的報告 而參與今屆兩會的一些關於立法法討論等等 自己都不斷地在學習中 我會抱著非常欠虛認真的態度 來不斷地學習 能夠補充自己的知識 轉化為動力 更好為香港為國家服務 我的議案是關於提升內地的旅客 離港 不是來港 是回到內地的免稅購物的額度 這個就是在2010年 海關總署已經規定了 內地的旅客 過來香港買購物 再回到內地的海關時 他的免稅額只能夠是5000元 所以我們希望在國家有關的部門 能否考慮將免稅額提升 我建議跟海南島看齊 一年每人的免稅額是10萬 第二個議案是關於加強內地的事業單位 以及國家公務員的崗位 定向港澳的居民開放 對於我們香港的年輕人 就多了很多選擇 他多了一個向上流的平堂 他看到了一個機會 他可以學到國家的這些規則 甚至一些法規 能夠更快地融入當地 了解我們的中華傳統的文化 每一個地方有每一個地方的風俗 都是我們非常優良的民族民風來的 自己能夠切切實實參與到國家的發展 各方面的政策討論的層面 我也會說是認真 抱著認真的態度 虛心的態度去學習 用心去聆聽 當然在這裏祝願我們兩會能夠圓會成功